据人民日报报道,11月1号被称为最严的湖南县宴令,湖南省纪委9月17号印发的,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新规定将正式实施。 规定提出,婚礼宴请人数一般不得超过200人20桌,婚假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宴请人数不得超过300人30桌,葬礼应从严控制规模。 除婚礼葬礼外,其他喜庆事宜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以外人员参加。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在操办婚礼10个工作日前,向本级或者本单位纪检监察机关报告,说明操办事宜邀请人数及范围等情况,并事后10个工作日内报告遵守承诺情况,操办葬礼的应于事后10个工作日内报告实际情况。